欢迎观看第七集的台湾文统或武统 台湾2300万人民合计合从 美国拜登总统最近宣布说如果台海有事 就是中国发射武统台湾的时候 美国会出兵 美国的大兵男兵女兵都会捍卫台湾岛 现在共产党现在打过来 我们台湾能够守多少天 你告诉我 我们曾经用了一个公式 用电脑来评估这三项军构 我告诉你 五天半 那么我们可以维持 五天半 不要说了 撑死你了 五天半 我们可以维持三十年后的 三十年内的 三十年后 坟的草都长得一举高了 我告诉你 美国拜登总统 今年如果台海发射中国武统 美国大兵会出兵 他所谓的一中的政策是掏空中国大陆的一中政策的利涵 是一种切枪尝试的政策 所以他的原始都不能够一致 所谓中国的主席习近平 听其言观其行 就是热烈关切 他拜登所说所为 可是言行都不能够一致 拜登总统反对任何一方都有改变现状 与关台海局势 他指的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 任何一方 而至于台湾这个部分呢 何谓是改变台湾现状 片面现状呢 在马英九是台湾岛的总统的时候 马英九以及习近平曾经在和这个中国习近平主席 在新加坡宣布九二共识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竞选的时候 他宣布是维持现状 而蔡英文那时候宣布的维持现状就是 马英九以及这个中国的主席习近平 在新加坡提供的九二共识 所以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行动 可是一旦蔡英文在民进党竞选获胜 一旦尚未为台湾的领导人 他就把九二共识撕毁了 前后的言行也不一致 这也等于是台湾岛正在片面改变政治现状 片面的改掉这个九二共识的政治现状 而蔡英文宣称这个九二共识 也是完成了历史时代的这个时刻 所以把九二共识撕掉丢掉 所以这个片面改变政治现状应该是九二共识 台马英九总统在位的时候 提倡了两澳的九二共识的现状 而这个蔡英文撕毁了九二共识 现在台湾岛就主张提倡台独这个行动 这也是一种政治的改变片面现状的行动 这个时候美国也应该要改变 可是拜登总统从来不坑一声 拜登应该的话语说 我应该反对台独不支持这个台独的行动 撕毁九二共识 这样才是真正的反对改变台海两岸的改变政治的现状 拜登也应该要提倡反对和支持这个台独 可是拜登前后都不坑一声 完全没有发言 同时拜登也没有发言说不支持台独 所以这也不会废了他所说的改变台海现状的政治行动 所以美国一路来都用双手政策 这个两套说法 说一套做一套 上下都不一事 也从来不对台湾所提倡的台独 给反对或者给不支持的发言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唱双簧 就要佩洛西来到台湾岛 要蔡英文从中谋起暴力 把台湾岛的台积电拱手让给美国市场 而蔡英文从中撞起暴力 这就是美国的双手政策 同时拜登又说反对台独 同时拜登又说提倡一中政策 前后都不一致 这正如中国主席习近平所说的 观其言听其行 真的是完全不一致 所以拜登总统所说所言 这个中国的主席习近平又能够诚信度 对他的诚信 及拜登的发言又能够相信多少成呢 这是令人大大的怀疑 过去美国是全世界超强的强国 美国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去反对大陆就是中国大陆改变台湾的政治现状 所以现在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超强的第二经济体 第二的军事强国的时候 现在的美国是否具备这样的军事政治能力 能够反对之对抗中国的改变政治现状呢 而且在未来美国有这样的政治与军事能力 来对抗反对中国大陆改变台湾岛的政治与军事能力呢 而这个才是一个重要的重点 而美国拜登总统所说的 美国会出兵台湾来阻止中国改变台湾岛的政治与军事能力 美国并没有具备这样的军事与军事能力 这就是所谓的画龙点睛 美国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又如何能够拒绝以及对抗这个中国的改变台湾岛 所谓的政治与军事能力呢 所以这个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讲 全世界的学者又如何能来理你 而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中国的解放军认为拜登总统正会派这个军队来台海参战的话 像美国拜登总统到底会投送多少的兵力来到台海参与这场战事呢 最现在的研究报告啊 这个军事的消息 美国在日本的住均只有四五万人 真的只是发了四五万人来台湾岛就和 想与这个中国的武统台湾的中国的解放军 敞开一个军事的对抗行动吗 真的有可能吗 这所谓的美国的四五万人 我们说四五万人为顶限嘛 这五万的美国兵就能够打赢这个解放军啊 这是不是有点差强能力 有点海事善楼 不可想象的空间啊 十分之十分的神奇啊 十分的幻想啊 如果美国增加这个投兵的人数 如果从调高到五十万或一百万的话呢 而美国现役啊 这个美国真正的这个战斗的兵的能力 只不过一百多万 真的在台湾岛投中了一百多万吗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而美国拜登总统说的要出兵台湾 他到底要投中多少人才能够 以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台湾岛一较高低呢 才能够战争解放军 这是一个真的令人值得思考的 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拜登总统 他的发言真的是有一点令人怀疑 他也没有承诺要投入多少的军队 就能够给台湾多少的承诺呢 而且如果这个拜登讲话 真的我们就快听不懂了 他讲说台湾有事啊 美国会出兵 我只用一个字回他 英文叫做How 如何出兵 因为他自己国防部 跟他的所有的战略有关的机构叫兵推 他的航母已经没有办法在第一岛链里面存活了 都要退到二岛链 那你退到二三岛链的时候 台湾有状况的时候 你如何来支援 然后美国陆战队坐小艇过来吗 还是滑独木舟过来 这个仗你讲 就是说我们军人开始前讲实力了 你有多少实力你说什么话 因为现在反舰飞弹的技术突飞猛进 你看老共的反舰除了大家已经讲了很久的东风时期 超高音速你拦不住 还有一种是200公里的反舰飞弹 他打了到快到目标前20公里 他潜到水里面去了 变成一个大型鱼雷 他们老公叫做跨界子 就是一个是空气一个是水 美国拜登总统所说的 会美国投兵于台海台湾岛 他这次的政治与军事行动 是局限于台湾岛这个地区 还是总共包括了中国大陆这一大块的战争区域区块呢 拜登也没有声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以及怎样的区域的精细行动啊 难道说拜登跟中国西兵已经谷 我们就是在这个台湾岛这个台海两岸这边 做一个楼台 如果万一美国出兵在台湾岛 以解放军对抗对阵 以及军事冲突的话 如果美国兵败的话 中国的解放军就不会能够过海来到美国 就是美国这个大陆这个区域 来进攻美国本土啊 是不是这个已经跟中国大陆的习近平讲好 有这样的规矩啊 所以有这样的事情的事情 有这样的规矩吗 真的有跟习近平有沟通 这样的政治冲突的军事行动吗 而且不要忘记 中国俄罗斯与美国同时都是世界的核子大国 真的发生战争 真的只是在一个常规战争之中呢 会不会发生一场全世界毁灭性的核子大战呢 真的是令人怀疑 因为美国自以前到现在 所谓的二三十年的军事行动之中 从来没与大国真正的交手 发动的都是一连串的代理人战争啊 就算是乌克兰也是一个代理人的战争 用乌克兰来对俄罗斯两边在对干啊 我们回头来看呢 这次美国参与这个韩战的时候 美国是以一代劳在韩国那边 有雄厚的这个空军 陆军以及海军 而中国的那时的解放军 就是中国刚独立的时候 需要赶往这个朝鲜 长征啊 十万八千里到这个朝鲜那边 以美国这个参加这个韩战的对抗啊 现在反过来 现在的局势已经改变了 中国一代劳 这个台海这个台湾岛的战争 中国一代劳在台湾岛 等着美国队过来啊 过来干啊 他还派军队过来台湾岛 以中国解放军对抗啊 对阵啊 而这个台湾岛距离这个中国 解放军这么的近啊 美国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如何投送他的海陆空山军 到台湾岛来作战啊 凭日本岛的四五万人 真的能够对抗解放军啊 同时美国大兵从远程 从美国大陆投送到台湾岛来 从中会消耗到多少啊 就是在空中 在海中 在港口上面啊 美国大兵会被中国的解放军的导弹 消耗到多少啊 所以这样的军事推演行动 美国有没有计算过 真的这个美国投送大兵 一百万来到台湾岛会损失到多少成呢 应该是照军事专家的估计会消耗掉 可能严重的话会五十八千 就是一百万的军队来到这个 这个中国的台湾岛参战 五十万的这个军队 美国大兵会在海上的港口 以及这个陆地上都被解放军啊 在沿途用导弹啊 中国的导弹啊 东风导弹 一一的击毁消灭掉五十万的 剩下来只有五十万大兵啊 而美国的拜登总统 是否能够承受有五十万的这个 美国带兵 没有真正参与台湾岛的战争的时候 已经死掉了五十八千 就是美国的国力 真正的美国兵军事的损失 所以美国会不会有这个能力 参与这场战争 而能够承受这样的军事损失的能力啊 我们回过来看 以前这个越战的时候 美国人都意义的反对这个战争 所以美国这个兵就急急从越南撤兵啊 所以就是退出了越战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情形会不会意再的发生呢 而且上一次这个日本泄露 核子泄露的时候 日本也是要求美国的航空物件 留下来协助这个 日本核子岛平息这个核子泄露 那时美国航空物件也是 甩脱尾巴就跑了 他们全部甩日本 所以这样的情况 而且现在中国的东方导弹 10亿已经15 以及26系列的这个导弹系列啊 就是快递系列 都能够准确的这个飞到外太空 以及从外太空寄毁美国的航空母舰 从以20马赫的从太空这样飞底 寄落美国的航空母舰 如果在下偏差是在10米之内 这样美国又根本不能够到这个第一 以第二岛列宗 以解放军对抗 这样美国的大兵又是如何来到台湾岛作战呢 难道他们要划小艇过来 或是是游水过来呢 这个是一个令人质疑的一个严重的行动 所以拜登总统所言 这个美国为派兵到台湾岛 参与这些一切的军事之中 其实是试一试 在赋弄台湾2300万人民的一个天 最大的笑话 而很多台湾岛上的2300万人民之中 还有很多大部分的人民还沉迷中 哇 美国大兵会 试死保卫台湾岛23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真是一个天大的超级笑话 而且现在中国的主持习近平 已经把现役的 就是曾经参加越战的 中国解放军的将军 四位将心 所谓的四位亲信 会提进中央军委在二十大之后 他包括现在委员苗华 被会视为第二的副主席 而前北部的战军司令 李乔明也包括之中 第三位就是陆军司令 刘正利以及第四位指挥东部战区陆军部队的徐启林 所以可以看得出中国习近平 这个会严重的关切 以及会参与这个台海的这个武统行动 因为他已经安排好这个天地线 就是参与越战的四月将军都会在中国的中央军委的里面 所谓中国的军委中总共是包括七个人 现在已经有四个人是参与越战的将军 所以针对于人与士以及军事的行动的安排 如果武统台湾肯定是加一步的加强 所以在接下来的五年的任期 就是在这个2027年 就是习近平从69岁到74岁这个时候 这个是最有可能发生武统台湾的行动 参加一场武统的行动 所以这是一个令人关切的一个问题 同时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中国主席习近平 这个对武统台湾的一个决心 因为如果在他的任期 第三任任期到2027年这五年 就是他74岁的时候 他如果不能够有任何的军事武统台湾的时刻 就是习近平只能够做三任的这个主席 而要让位给别人上位来做了 所以他唯一的行动就是说 能够在军事时那种武统台湾 而得到所有的中国军事以及常委的认同 他才能够展开他的第四任的五年的川七的 军委的这个主席的这个年任 就是从74年岁的时候到79岁 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说 武统台湾在2027年之前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这次 具有效的消息 就是说他已经跟中国的军委沟通 他在这未来的五年川七会拿下台湾 武统台湾 所以这也是他能够获得第三次 就是成为中国主席的一个交换条件 也就是说就是中国的主席习近平 从2027年到2032年 就是从他的74岁到79岁 如果他拿下武统台湾 他就能够做第四任川七的中国这个主席的位置 不然否则他就要下位 所以肯定你如果是习近平 请问你你会武统台湾吗 我想百分之一百的答案 每个人都会武统台湾 这就是真正的内幕消息 自从美国拜登总统上阵以来 美国通货盘产已经上升了14% 而员工的实际工资降了5%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55% 而且平均抵押货款比前一年 多了42% 二手车的平均每页付款也是增加了30% 所以美国拜登总统至30年以来 已经造成美国经济重大的动荡 并不能够提高美国的生产力经济好转 而且美国通货膨胀 美国现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 就是很多市民因为没多吃 冰灶民返都跑入那些商店里面 集体打抢 商店里面的食物和商品 最近中方的外交部长王毅 到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也是有拜访美国的前国卫星 季星泽 王毅在拜访季星级的时候有说出 零四千军也不能丢一寸土地 台湾是中美之中的不肯割浪的 之地 中美之中谁也无法代替谁 谁也没办法打倒谁 同时借这个机会 王毅向美帮放话 就是说中国的观点就是台湾是中国的这个核心力 中国是不可能割浪一寸土地 所以台湾也是不能割浪于任何一个地方 它应该属于主国统一一个方向 也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的一个土地 一个省 而对于美国季星级就是前国务卿 他说中美现在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冷战之前的三脚下 中美之间有可能在梦牛之间走入不知不觉的 梦幻的冲突的军事层面中 同时中国的外交部人员方文斌也是有讲过 美国不要冲航任何麻烦的制造者 就是放狠话给美国 就是说美国不要再来干涉中国对台湾的任何一切行动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家世 台湾是岛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土地 所以美国不应该干涉外国的政治 这个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自己国家的内政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主席习近平认为 这些台湾的问题跟你美国根本是屁不相干的事 你们不应该来干涉这一切的台湾岛的任何的一切的问题 不过美国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是世界警察 所以干涉别国的内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现在美国又加度打压中国 又加多三家的中国电信公司 列入国安威胁黑名单 经济制裁这些中国的三家新的中国的电信公司 就是不尽一切手段尽量打压中国的地位 怕中国从第二崛起再度挑战美国在世界霸权的领导地位 这就是美国一路来奉行的就是这样的打压的 经济崛起当世界老大当世界警察的阴谋 同时解放军中国解放区在上个月围台湾岛的一个月的军事演习之中 台湾的雷达竟然没有办法发现 中国最新隐神战斗机歼20的钟景 可见中国歼20的隐形战斗机做得十分的成功 连台湾美国雷达都完全没办法挣扎到 而且在最近一期的今年年头 这个美国F-35对阵中国的歼20有一次的碰到 美国的F-35在尾巴上也是要被这个歼20紧紧咬住 在一个短距离之中 在歼20咬住F-35的尾巴后面团圆 如果发射一个霹雳导弹 当时就能够把美国的F-35击落 所以美国的海军上将 曾经对中国的歼20给极高的评价 We recently had, I wouldn't call it an engagement but where we got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J-20s along with our F-35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were relatively impressed with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J-20 We're seeing relatively professional flying and that's really, it's still too early to tell exactly what they intend to do with it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more like an F-35 that's capable of doing many many missions or more like an F-22 that's primarily an air superiority fighter that has an air to ground capability 同时今年的6月的时候 加拿大的空军 有来到解放军的东海之间巡逻 解放军有在空中散开一个纠缠 而且当时中国解放军空行员 有向加拿大的飞行人比中止 现在美国就挑起台海之间的摩擦 他又带着加拿大的舰队 这次美国的舰队 就带着加拿大的舰队 到台海之间来这个损益 增加就是说 让台湾岛海峡两岸增加多一点 军事冲突的机会 现在美国CIA中情局的局长 在9月19号的时候 也直接根据内部的研究报告 向拜登总统分析情报说 中国的主席习近平 已经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2026年要具备武统台湾的军事能力 其实现在中国的解放军的海天空以及陆军都具备围困台湾岛的一切的行动 现在中国解放军可能新一波的军事行动就是说 不会强攻台湾岛 只是围困台湾岛 因为如果强攻下台湾岛 台湾岛只剩下一个破虚长海 没有一切利用价值 如果围困着台湾岛 两三个月让台湾岛射去所有的生命力 没有经济成长 也没有粮食 断油断电断水 这样台湾就不攻自破 而从此就拿下 就是非常 立体的拿下台湾岛 这就是中国解放军的新的一波的方向 而且中国解放军也是研究许多的黑科技线出来 现在新的舰对舰的导弹 有新的一波的舰对舰导弹 是200公里能够发射处 距离敌方的军舰的时候 这个导弹能转驾水底中 在水底变成一个鱼蕾 而在这20公里的短距离 直接潜入水中 变成一颗鱼蕾 在短距离 击中 就是说对方前这个舰艇的龙骨 让对方的舰艇而沉入海中 这就是一个解放军新的黑科技啊 而且这样新一波的攻击在水底变成鱼蕾啊 舰对舰的导弹变成鱼蕾攻击对方的先帝 前舰舰的龙骨在水底下攻击 在世界上史上是首串的 在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切的防御武器 能够破解解放军新一波的这种 200公里的舰队线变成水雷的这个新的黑科技的导弹水雷武器啊 而且美国一再的干预热本的内政 美国军事干预 造成热本的民众也是十分的强烈的反对 更有传至最近 热本民众之中有一个热本的大学生 带着自治火药 企图丢入美国的大使馆 而当场被日本的警方逮捕 可见日本的民众十分的反弹 美国的军事干预他国的内政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季兴泽这段 世界军事平衡的这个谜论啊 美国的前国务卿啊 细兴吉他的博士言论是这样写作 拿破仑战争以后 维也纳会议 当时全世界的世界平衡有 当时的就是俄罗斯 也是就是全苏联 英国 加上法国 规划一种体系来平衡世界 极权的这个军事以及政治的稳定 欧洲能够长治久安 谁也不能够吃掉谁 其中包括英国法国 都是欧洲的树墙之中 所以欧洲并没有一个超强 能够完全吃掉整个欧洲大陆 而维持世界的和平状况 所以法国在这个欧洲之中 是保持一个军事平衡的状态 让欧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吃定谁 所以欧洲大陆也不会发生 任何的一些统一战争的行动 全世界在美国已经 俄罗斯的冷战的竞争之中 而且还有保留一个中国大陆 让世界列强就是欧洲 包括中国大陆 俄罗斯以及美国 这样的四个超强的区域 保持全世界的军事平衡 不过现在 十四兆英雄 美国的总统拜登 已经不赤这套老套的 基辛吉 全国情所停降的 全世界的军事平衡的政策 所以他的理论也不在这样的基辛吉 前国情 美国前国情的框架之中 所以美国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挑起世界的矛盾 挑起世界舞台的军事强烈的对抗 所以他就利用乌克兰 逼到这个俄罗斯的墙角 逼到俄罗斯的门口 让乌克兰与俄罗斯发上一场 这个代理人的战争 而从中脱垮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在这一次的 乌克兰的战事之中 因为美国已经欧洲 不断的供应 乌克兰先进的武器 而且让俄罗斯很多战争 在乌东地区已经丢盔弃甲 已经极力的逃亡 普京更发出严重的军事动员 以及哄吓 可能发动全世界的核武器 强制增兵大约30万 不过真正内部消息说 其实是延增兵到100万 更有军队以及警察 冲入学校之中 以及住宅之中 把这些学生强压上巴士运完 乌克兰的战场之中 所以现在俄罗斯已经被美国的不断打压 就算在这场战争 不论是胜已负 已经俄罗斯会变成全世界一个中等国家 是一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中等国家 所以一旦现在美国已经趁着这个强势 压倒了俄罗斯 他当然是不把中国大陆放在眼中 他也是极度的打压中国 就利用这个台湾这个起始不断的挑戏 中国让中国与台湾发生内战 这样也会进步的脱口中国的军事结起 以及军事能力 让这个万世千代 这个美国能够在全世界的霸权 以及军事领导地位 保持永远老大哥的位置 就是没有人能够打压 以及挑战这个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 以及政治层面的老大哥的位置 同时 现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台湾政策法 在国会通过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国会议员跳出来反对 其中包括了美国旁边一个美兰德之州 纽级西州的参议员 上次强迫台湾就是蔡英文 买下24架的这个波音的这个飞机 南卡罗兰纳州的参议员 雷姆 第一他一下子搞了要 台湾啊蔡英文买下24架的这个波音的飞机 让很多美国的参议员都十分的眼红啊 大家都对他产生极度的妒忌啊 以及猜疑啊 而且他提倡这个妇女的堕胎的权力 不是各州能够管的 应该由中央的政府来管 就是联邦政府要来管这个妇女堕胎的行动啊 他提议在国会美国的国会立一个法 推动这个以及阻止美国这些妇女在 呃 堕胎这方面的行动 这个法已经在美国的最高法院需要判决啊 让美国的共和党川普啊 这个共和党陷入十分呃 呃 痛苦的状态 现在共和党的身世在这次中 极度的下跌 共和党的这个身世下跌 跟这个事情十分有关也是同样 也跟川普这一切的乱七八糟的乱搞也很有关系啊 台湾的政策法到最后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参议员呃 国议员反对啊 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同时呃 中共已经发明了这个反戒制导弹啊 就是从呃 舰艇或者从轰二零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航母 在距离啊 美国的航空母线前二十公里的时候 就会堕入水中变成呃 这个鱼蕾攻击美国的航空母线让它防不胜防 这个是中国的黑客气另一个呃 呃 危险的这个武器 专门克制美国的航空母舰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两种 就是呃 呃 东风十一十五二十六这种呃 呃 准确性百分之百能够继承美国 航空母舰的武器 以及新一款的这种呃 呃 从空中从舰中可以发射 戒至导弹 从呃 呃 导弹变成鱼蕾继承美国的航空母舰 让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南海地区 第一岛列以及第二岛列是完全不能够生存 也是无法防御这种最新科技的 中国的黑科技的反戒指导弹 不叫跨戒指吗 因为飞弹在飞行的时候是空气中间 但是它变成鱼蕾模式 它变全体模式了 是 你在水下 所以这个这个武器很可怕的是什么 它有两倍音速在飞 嗯 到了二十公里以前它就下潜了 是 下潜 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变成鱼蕾 你的动力在哪里 嗯 对不对 水的阻力是很大的 它是利用初速下去 前面就产生很多的气墙 然后用什么 化学燃料 吸到海水以后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过化学试验的 烹沙了 钠了 丢到水里都会起这个 爆炸一样的反应嘛 哦 所以它前面吸进海水 后面就产生推力了 哦 这个就变成很恐怖的 长城鱼蕾啊 哦 因为它刚下水的时候 你还可以像二十大战 可以看到鱼蕾的轨迹 是 它到了十里的时候 前下一百米深的时候 你什么都看不到了 哦 然后它有导引设备 嗯 这个武器的发展 使美国的全 航空母舰 真的是到了日落西山 可以收手的地步 嗯 因为你实在没办法防嘛 是 所以没办法 没有航母就没有所谓 第一岛链的介入的可能 对 所以它将来只有往后撤 嗯 这个武器发展 它的这个黑科技 可以比美 空中那个超高音速的那个 可以滑动轨道的那个飞弹 对 这两样武器就让美国 海军建军这么多年 耀武扬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有了这个的话 就算你的航母 你是说部署在第二岛链 照样 照样 还是要小心 所以呢 它可以用轰6K轰20 带着这个飞弹 对 跨越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放下去 是 它是200公里的射程嘛 对啊 对不对 加上3000多公里的这个 这个轰炸机 它就可以打击啊 所以你二岛链三岛链 你活动的范围都很小了 是 同时现在中国已经发明了这个 这个牙轨道的神器 就是牙轨道的 比如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X-37B 它完全能滞留在美国的大陆的上空 超过18天 如果中国是携带了这个核子弹 这个是让美国大陆是完全无法预防的 如果中国在这个牙轨道神器 是有带着这个这个核子弹 从 击落在美国的大陆 让美国是完全的无法防御 这个是一个新的黑科技 同时中国也一个在在上了 它的科技已经一日千里 它也发出如果这种 量子的计算机 量子的隐形轰炸机 这个轰二零轰七六等等神器 还有听说也是中国发明了这个 这个隐形垂直战斗机 尖三十五 以更高的时速 而且中国的尖二零 这个尖二十七尖三十五 能够使美国的这个雷达完全无法政策 而且中国的黑科技 这个北斗也是一个新的黑科技 它能够让这个美国的这个GPS 产生这个浓舞完全无法侦察 万一两美国与中国大陆 发生任何第一个军事冲突 第一时间美国中国就会利用它的这个北斗 发射这个这个烟雾弹 让美国的GPS完全无法侦察 让美国四季在太空战四季天眼 这个完全美国就算拥有再多的航空母舰 再多的导弹也是无法发射 同时中国的这个亚轨道神器 能够在外太空转走GPS美国的卫星 到一万或者十万更高的高空中 让美国GPS卫星失去它的功能 同时它拥有它最新的就是雷射武器 以及这个雷射炮 能够击毁美国的这个卫星 所以中国的黑格式是一字清理 让美国凡不是凡 所以这样的神器是 美国是无法以中国再一字清理 如果说GPS再多五年的时间 中国再拥有五个这个 航空母舰的作战群 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一个 一个进步 同时中国的同时现在已经 集交了六艘的洞七五这个神盾舰 同时建造给中央政府 而且现在随着那个乌克兰 与俄罗斯的战争再步的加剧 俄罗斯已经处于下方 现在俄罗斯发动的紧急动员率30万兵 其实是动员了增进 增兵差不多100万的人民参军 后备军参与人民 但是俄罗斯并不能空以 前线的战事任何的武器 大量的坦克以中 你苏联俄罗斯的这个轰炸机 这个苏27 苏47等先进武器都一笔 给乌克兰寄毁 同时现在普京在这场战事 十分的刺激 在这个上海会议中 俄罗斯普京要求大陆的主席习近平给支持 支持军事上也支援的支持 不过中国习近平不敢正视普京 只是对坐搞念搞 同时现在他为了保持中立 情况 就是说万一 俄罗斯在这场战事中势力 俄罗斯会从一个超级第二强国 变成中等的第二国 第二中等的国家 要拥有最多的核子武器 他能够有自己的空间 层处于在国际中生存 因为如果以免导致支持俄罗斯普京 现在普京已经不是这个西欧北业 等等国家的围攻 总共是三四十国家的对手 因为对方北业西欧以及美国 他们的武器会比俄罗斯先进 就是比如两边对峙 一边拿着刀枪 另外一边拿着长炮 以及爱国者导弹 当然是导弹的部队 会赢过用枪用刀的部队 这就是科技之间的落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中国保持的态度就是 会迎合全世界的一个和平崛起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事中 也不要站在任何一方 不论是乌克兰私立或者俄罗斯私立 中国永远是保持着双赢的态度 永远在国际中有一个更好的空间 更好的腾出自己的自由发展的转换 中国会与俄罗斯联手是极其极为的一个可能 同时现在俄罗斯普京也是宣布说 有可能动用了核子武器 或者如果已经有四个 乌东的地区已经冲过空头 已经说会加入俄罗斯 这个四个地区加入空头 已经有97%的人赞成加入俄罗斯的精力 它包括了赫尔松 札波罗热 顿内斯克 以及轮干斯克 这是会跟着 克里米亚半岛 加入俄罗斯的版图 俄罗斯普京 它的70岁受成是在 下个月10月7号 所以它会在10月4日的时候公布 这四个去乌东地区加入俄罗斯的版图 这会让俄罗斯的版图 赤掉了乌克兰将近15%的领土 同时美国的拜登 不会让俄罗斯普京 能够安享过座 庆祝他的70岁大寿 所以他会发动更积极的态度 来经济制裁 以及严重制裁了俄罗斯 听说最新的消息 北溪2号在黑海的部分 已经冒住很大的泡泡 就是这个北溪2号 输往这个欧洲的北溪1号 以及北溪2号 这个北溪2号的天然气的宿管 在这个黑海部分 已经产生了波动 这可能也是古今之中 唯一的一个一招 就是说断去断送了这个天然气 送往欧洲大陆 让欧洲苦反熬过这个绵绵长叶的 这个冬季的部分 让欧洲失去经济以及军事 支往这个乌克兰在前置战场的本钱 同时11月其中选举 这个拜登总统 美国的拜登总统 有料在11月在其中选举会失利 所以他也是会失去金钱 支往这个乌克兰战场 因为每个月 这个美国需要供送 超过11亿美金的大部分的金钱给乌克兰前线 所以一旦这个拜登总统在其中选举 失利 他就会成为美国一个白爆破脚的总统 就是失去了中选与参议业的支持 所以他任何总统 美国总统 所发表的任何成立的一些答案 都不能在国会中碰过 同时现在俄罗斯也会 鼓励阿拉斯加 举办公投 一旦美国扣押俄罗斯资产 他就鼓励阿拉斯加公投 脱离美国 就至现在俄罗斯的普京 企图以用克里米亚 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的模式 影响阿拉斯加 让阿拉斯加归还于俄罗斯的领土之中 现在更发现9月19号 就是中国有四艘驱逐舰 以俄罗斯三艘驱逐舰 总共七艘驱逐舰 出现在阿拉斯加外面的水 让美国十分的至今 现在美国已经点亮 从加州的空军基地 派遣他的F-35以及F-36 前往阿拉斯加州 以敌意北极小俄罗斯普京 富兰间对阿拉斯加州发难 从此 这个美国在这个美国的全国的布局 就是美国的第三这个舰队之中 有四艘航母 也是住在在欧洲的基地 就是防止这个北极熊 普京大帝会对阿拉斯加动 所以美国有四艘航母在那边 驻扎抵抑俄罗斯的强攻的态势 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外汇议长 宣布如果美国在扣油 就是扣押俄罗斯在外国的职场 他就会宣布收回俄罗斯 卖给这个美国这个阿拉斯加州的领土 而且他宣布阿拉斯加是属于俄罗斯的 我们要回 所以现在会在阿拉斯加 几十公同 如果阿拉斯加的市民都赞成公同 取得超过通过 发现力通过 阿拉斯加会被俄罗斯收回 美国提出严重的抗议 现在俄罗斯与美国的冲突 真的是一触激发 或者会发生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武状况 同时说到阿拉斯加的状况 阿拉斯加是俄罗斯就是前苏联在 1867年10月12日的时候 用720亿美元卖给美国 现在俄罗斯的外长抗议说 如果美国扣押俄罗斯在国外 就是国际的这个资产 他就会宣布要为阿拉斯加 而且美国宣布加入这个北极圈的 战略中心成为北极 这个战略军队之中的北极探险队 就是因为拥有阿拉斯加的主权 现在而且阿拉斯加在这个中美 而且俄罗斯的国会中 占作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全球软化作用 现在北极洲已经融化 不会再一大堆的冰山 所以一旦中国或者俄罗斯 发射核子导弹 直接从北冰洋直接飞抵 美国上空一定会经过阿拉斯加 所以在阿拉斯加美国设有重兵困守 他的所谓爱国者导弹 以防离这个俄国 以及中国的就是导弹的来袭 所以阿拉斯加是一个取足器重 现在普京就是强行要为阿拉斯加这个领土 这俄罗斯以美国肯定会在阿拉斯加的上空 涨在世界第三次核武大战 这会拨领到全世界的人民 这核武的冲击以及危险 真的是十分的可怕 而且核子武器的发生以对抗 会让全世界的人民发生灾难性 以及无法反应性的这个战争的模式 在战争的合影下 全世界都没有赢下 全世界的人民将毁一旦 就会有这种世界末日的到来的阴影 这也是全世界人不想看到的愿景 所以现在普京大帝已经被美国逼急了 就是狗急跳墙 什么事都干得出 所以全世界又如何避开这样的凶险的事情呢 更何况台湾也是在中国这个美国的结果眼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举直轻重的问题 台湾一直以来就是一艘不成航空母舰 美国用这个台湾问题来闲置中国的经济 以及军事前景 而台湾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中 是一个核心与核心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会第三次的接政 就是从今年的2022年到2027年 也就是说就是习近平的60岁 69岁大受到74岁 如果他要接下去第四任的川七 就是从他的74岁到79岁 他要年任成为国家主席 他先决条件就是他答应中央的军委 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从2027年 就是习近平74年到2032年 习近平这个79年 他已经成功的拿下台湾 这就是他的先决条件 这又进一步的把台湾问题推向为火坑 同时习近平已经引进了 四位曾经参加越战的 这个将军中的将军 陆军海军空军都大位 所以这个习近平在2027年 发动武统台湾的情况是 越南的日益加重 这时生让人十分的担心 同时现在美国的新闻传出最新的消息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有意介入就是说 促成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对话 以结束这场战事 现在川普有在新闻发表会中说出 双方这个俄罗斯以及乌克兰都是有意结束这场战争和平的对话 同时川普说如果他现在是现任的总统 乌克兰这场 俄罗斯这场战争肯定不会发生 因为他肯定会让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有一个妥协的空间 让俄罗斯有一个妥协的空间 也不会把北越那个导弹或者扩充威胁到俄罗斯的门口 让这个俄罗斯没有得选择要采取自卫权 而以这个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战事而告终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因为川普以这个美国的前总统 川普以这个俄罗斯普京是一个好兄弟 麻吉来的就是好兄好乱兄乱弟 而且这个普京也是曾带这个美国川普去一些 就是说遗落场所进欢 所以他们的感情十分的融洽 所以如果这个川普在位的话 他还是会使用这个就是说租借权 所以美国在不论世界各国 比如说日本南韩还是欧洲的租倖 每一个欧洲国家 日本或者这个日本或者南韩 都需要自己掏腰包来自行付这个费 这个美国的兵 所以这会降低美国的国防预算 同时也会荣下的促进俄罗斯 与美国之间的沟通 也不会说发生一连串的战事 而搞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一场 不能接触的一场大战 相信这个是对全世界一个最大的福音 以及最大的这个祈求 就是全世界不会面对这个 第三次核子大战的威胁的 笼罩的威胁以及阴影 同时全世界人民都能够享受和平 过着和家安乐的生活 这就是全世界人民看到的愿景 以我本身个人的意见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川普会现任 下一任竞选 美国总统得到赢得就是说 美国2024的总统大选中 赢得美国总统的宝座 因为川普虽然这个人有点积极 其他有些处事不纳坡的圆滑 不过他或者会造成一系列的这个美国内乱 不过他不会造成世界的战争 而你看现在现在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的领导下 全世界乱了全世界乱发生战争 这个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粮食不能够运往全世界 全世界的石油天然气一而再再而三的起价 这造成全世界的人民都生活在一种水生火热之中 而且美国兵匆匆忙忙从阿富汗撤去 所以也是让美国赐掉一个老大哥在全世界的老大哥的面子 所以全世界来讲 我的观点就是说 川普连着美国总统 他会提到美国一些部分的内乱 不过他的连着为总统的美国内乱 美国内部的或者你美国内部的一些战事 会比这个民主党拜登或其他候选人民主党的竞选更好 这也就是说美国的内乱彼此全世界的战争核子大战 比起来我让观众们选择 你们是喜欢看到全世界发生核子大战呢 全世界的人民都毁一旦 或者比较喜欢只是一个不能够完全沟通美国内政 发生一些美国一些政治 一些军事的内部的一些小摩擦的总统三人呢 肯定这就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与前总统川普之间的不同 而且川普与这个俄罗斯普兴都是很麻吉 难凶难地 川普肯定不会挑起这场的乌克兰战事 所以如果川普能够在2024年在竞选得到美国的总统宝座 肯定是全世界的福音 因为共和党川普的领导之下 不能会发生这场战事 因为两个都是好朋友都是好麻吉 所以这也会同时牵制中国的崛起 所以在全世界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都一个三权鼎立 例如以前的三国时代 这个平衡政策 这个全世界人民就会维持在一个非常平和 非常和祥的安静以及安全的环境 同时这样也会避免一连串的世界战事发生 同时也能够前往中国可能在2027年统一台湾武统的一些行动 或者有一些和谈系列的举动发生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第七期的台湾文统或武统 台湾2300万人何去何从 谢谢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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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第八期台湾的文统或武统 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 第八期时候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谢谢 拜拜 大家收看 大家收看 这期的科学研究中 而且因为它的体制里面很有弹性 这个体制很有弹性 也就是说没有很自视的一个情形下 这是它的优点 招生的方法也很有弹性 可是它也可以培养出一些特别天才的人 而这些特别天才的人 就造就了美国 例如说不管是脸书 微软 很多的那种科技产品 这些科技产品都可以让美国富甲一方 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是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里面 它可以严格的管控中培养出 一个比较能够被管控出来的人才 可是你天才要在大陆的这种教育体系 要创造出来难度就比较大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很宽松 所以在这个平衡点里面 到底要怎么做 我觉得目前来说 中美的人才的较量 事实上是未来决定 中美谁赢谁输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动作就是这四个方 9月23号 公投独立 不是独立啊 入二公投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我眼睛都 我说 一定要入二公投 独立战争不会结束 入二公投就有可能逼着战争结束 为什么 因为你打这四个方 等于打我 你看克里米昂 克里米昂 2014年并入俄罗斯 这八年来谁敢打克里米昂 你打克里米昂 等于是打我俄罗斯 这四个方 我认为9月23号公投 入二公投一定过的 那9月27号要公告 这么快 你才知道 我根本让你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我跟你讲 我等于是压我的身家进来了 你乌克兰如果要打我 或者是北约你要协助乌克兰 继续打这四个方 那就四通打俄罗斯 你要不要这样打俄罗斯 俄罗斯这种国家 他手上6000多枚核弹 至少有1000枚是小型的 就我们说那个小的核当量的战术武器 他是真的能用 你就打到看了 你就打到看了 千金无法小心而起 不留有走痕迹 雍通一阵雍云 不惜躲避却换差距 别人也无脱体 一泪几时出病 一面不为赞丽 无伤肯定 啊 看哪 傻孩子燃起了火堆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痛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谁和为了你 只想攻击 替代爱你 到底是个我是你 无人连够感尽 是过难尽相悲 冷不及 啊 看哪 不仅心慌了太连 啊 看哪 他不仅心慌了太远 他不仅心慌了太远 我 看哪 我都不仅心慌了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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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仅心慌了太远 喜爱 我 没 我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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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手 我在这里 握着整个呼喊 我在这里 这洪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和为了你 只想 攻击 替代爱你 到底是 我是你 无人远都感激 时光难尽 相悲 冷不及 你 啊 看哪 不仅心慌着 彩脸 啊 看哪 好不仅心慌着 黑暗 黑暗色里 你 拥抱 拥抱 所有的 是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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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吗 好吗 周围 有个好多的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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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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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我在这里 作为 道德 家乡和你 抱歉 只能致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 攻击 替代爱意 到底是 我是你 无人能够感激 时光难尽相悲 轮不及 啊 看哪 不仅心慌 热彩脸 啊 看哪 好不由于 开启下雨 好不及 哈哈 或不虽然 ría それでは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的距离 黑暗的距离 没有可能将美丽 拥抱所有的是你 黑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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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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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进 无法小心翼翼 不留游走寒净 无童一族明明 不惜躲避却观察着 别人也不同听 一泪几时出兵 灭灭不为奘灵 无上肯定 啊 看哪 傻孩子燃起了不对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ですね 啊 看哪 啊 看哪 的雨 分 felony 忽支